哈囉大家好,文學總督員第一集和第二集相隔了四年的時間 但到第三年卻是2010年的事了 其中有很大原因是因為迪士尼還有皮克斯的五部電影合約到期了 雙方還沒辦法決定怎麼合作的情況下 當時的迪士尼總裁Michael Eisner 一度打算由他們旗下新的動畫團隊Circle 7 Animation來做第三集的續集 是一直到2006年迪士尼正式買下皮克斯塵埃落定之後 皮克斯團隊總算可以接手這次的續集 那由這個Circle 7 Animation開發了幾版劇本裡面 有一個版本應該是台灣觀眾可能都有聽過的 就是故事本來是巴斯光年故障了 他必須要送回原廠去維修 那他的原廠就在台灣 所以全片會有很大篇幅在試圖解開 為何全世界的巴斯光年都同時故障的災難 那為了找出巴斯故障的真正原因 屋底一群玩具就想辦法把自己也寄到台灣 這樣的一個故事 雖然我們都好奇一部皮克斯動畫會怎麼詮釋我們的家鄉 但是看過第三集就知道 沒有什麼比得上最後定案的這個版本 真的沒有 哪一部動畫能這樣讓人中間撕心裂肺 後面苦盡甘來但幸福又憂傷的微笑走出戲院 沒有啊 所以皮克斯團隊是在怎樣的背景下 創作出玩具總動員3這部電影的呢 在皮克斯回歸接手這項製作計畫之後 原來的幾版劇情決定都不採用 當然確定成為皮克斯 還有迪士尼動畫工作室創意總監的 Edwin Carmel 還有John Lester 又跟上次一樣找來一群皮克斯導演 Andrew Statt & Peter Docter 和 Lee Anchorage 來構思全新的劇本 他們一起回到了位在加州的 Point Loft 也就是第一集玩具總動員誕生的地方 又辦了一場腦力激盪大會 這次也是要在兩天內想好故事 在這場腦力激盪之前 其實他們就已經有對初始的故事有一個共識了 但是這個會議開始的前20分鐘 他們馬上覺得這個故事不夠好 於是就決定把這個故事丟進垃圾桶 整個劇情全部重斜 這並不是皮克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嗎 他們寧願多花一點時間自殘 認真灌溉 認真灌溉他們的作品 團隊第二天才想到他們一個真正覺得可以的故事 Andy 因為長大了和玩具逐漸疏遠 準備上大學和玩具道別這個版本的劇情才最終定案 整個劇本進入正式編寫的過程 請來小太陽的願望金獎編劇 Michael Auntz 編寫劇本 Michael Auntz 當時表示能為皮克斯的殿堂級神作寫最終章 至少當時大家都以為這是最終章啦 是很榮幸沒錯,但畢竟是皮克斯 你表現得很好,大家會覺得理所當然 你如果施草的大家會覺得是你的錯 這樣擔心很合理,但在皮克斯卻不適用 因為皮克斯的創作過程是有一套他們自己的文化的 是這樣的,皮克斯和一般的製片公司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一般的製片公司是隨著不一樣的電影 會請不一樣的導演和製作團隊來做那部電影 畢竟好萊塢大部分的創作者都是freelance 在做嘛 但是皮克斯呢,他們是自己揚引了他們自己的創作團隊 所以團隊之間就會有一個默契和彼此之間的信任感 所以當迷克斯加入這期製作的時候 他最驚喜的就是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的整個feedback 改得很快 而且當一個故事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絕對不會坐視不理 是歡迎各種批評和指教的環境 一些創意討論的會議之中 初階員工也會被邀請加入提供意見 大家都在同一棟樓工作的環境裡面 也時不時可以激躁出出乎意料之外的創意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對於短期內產出故事這件事情覺得很習慣 因為壓力是大家共同分擔的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就是 他們不希望一個作品搞砸之後只有一個人會被責怪 所以不如一剛開始就搞砸一切全部重來 大家一起想辦法創作出最完美的故事 回到玩具總動員3的製作 大家其實是抱持著一個和Andy一樣一起和玩具們說再見的心情 除了彈簧狗的配音員Gin Vani 他去世沒能回歸之外,其他要角都有回來配音 其中一個最讓人感動的就是他們請回了Andy的配音員 玩具總動員第一集的時候他9歲 準備製作第三集的時候他已經20幾歲了 當時團隊幾乎已經和他失聯了 因為他在幫Andy配音之後幾乎沒有其他任何作品 就算找到他本人他的聲音也不見得適合配音故事中17歲的Andy 第一通打給他的電話他沒接 不過他們馬上確定找他回來幫Andy配音是正確的選擇 因為達陸機中他的聲音還是很年輕 對於Jo Morris來說這次回歸也是很讓他激動的 因為他的年紀正好可以帶入Andy一路成長的心路歷程 在第二集1999年之後他就淡出了螢光幕 跟第三集的Andy一樣和玩具們已經有一些疏離了 這次回來配音就像和老朋友重逢一樣 終於也可以好好和他們道別 這部續集至於整個團隊也是意義重大 不論是當年有參與第一部玩具總動員製作的女工 或是後來加入的新鞋都是 導管李昂奎就說他這次團隊裡面最優秀的那幾個編劇 在玩具總動員第一集上映的時候才9歲 那這部電影呢啟發了他們去成為創作者成為說故事的人 對他們來說參與這部電影的製作 就除了夢想成真之外也算是某種意義上圓滿了他們的童年 玩具總動員三的製作過程不像前面兩部那樣崩潰 在科技成熟的2010年團隊已經找到更有效率去執行動畫的方式 大家是在全力貫注愛的情況下完成這部作品的 成果也非常明顯 這部電影就是一封信給玩具與童年的情書 當年我也讓導演擔心的環境其實是配樂 並不是因為他不相信這部片的作曲Rendy Newman 也就是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的作曲家 而是整個schedule實在是太緊促了 他只要最後一刻才能聽到Andy把玩具給Bony的那段配樂 這段音樂呈現有多重要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知道 結果Rendy Newman也沒有讓他失望最後的成果一次OK Rendy Newman 最後是冷吃時間 那就是這部電影原來要有一個暗黑版的結局 那就是玩具們差點被送進焚化爐的那個地方 電影是要到這邊就結束了 因為當時他們試著想要去縮短片長 就想說把他們獲救的畫面安排到片尾 但這樣就讓整部電影的情緒看起來不太對 所以就沒有這麼做 另外一個官員配音員的冷知識是 Barbie的配音員是Jody Benson 也就是Ariel的配音員 這個配音員算是迪士尼御用啦 不過最有趣的是搭配她的Ken的配音員是 Michael Keyeson 看起來很違和 但是聲音聽起來其實是蠻配的 Barbie 跟著我 住在我的夢房 我知道我們是瘋狂的 我知道我們剛才見了 Hack,你不認識我G.I.Joe 但當我看著你 我感覺到我們是瘋狂的 好,那以上就是一個玩具總動員系列的總回顧了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們對於第三集的感覺如何 你是不是當年也哭到眼睛掉出來 然後還有就是第四集上映之後呢 想要看到我做怎樣的內容 可以留言 我都會去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就下次見了,bye